HELLO 大家好 我是Vanassa 听说迪拜开了一家正宗的 隐藏泰国料理 今天呢 我就来带大家来尝尝些 静殿提Vanassa的名字 全单酒酌 另外送美人一杯饮品哦 当我们制作这个食材 我们需要非常小心 如果我们放一点点 就会变得更改变 然后就会变得更改变 厨师在做的时候 他非常讲究了一个调味的平衡 如果你把酱油和咸的味道 做得稍微浓了一点 这一道菜就滚了 这个空心菜 它非常确定是全离拜最好吃的 这是变炒烤烤烤鱼 这是我们制作的 咸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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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鱼 鱼 鱼 尤其是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 我们吃海鲜 就一定要吃新鲜的活的 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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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咖喱蟹 因为是鲜活的 所以这个蟹肉尝起来是非常鲜甜的 然后尤其配上它们这种蜜质的咖喱酱 哇 简直是完美的搭配 嗯 这个蟹肉很嫩 而且非常的多汁 这个咖喱呢 是多层次的 从微辣呢 到这种香料的这种香气 再和椰浆丝滑的这种质感完美的融合 每一口都让我感觉充满了惊喜 在迪拜呢 有很多家泰国料理 我为什么偏偏选择于这一家呢 可可哈 How long do you do this job 我已经二十八年了 Why are you enjoying the cooking 我能感觉出来 我在品尝他每一道菜的时候 都感觉了那种甜的那种味道 然后让我也感觉非常的开心 他厨师做菜的原材料 厨师还有他餐厅的服务员 全的团队都是来自于泰国 现在呢 我们要制作泰国的特色饮料 我们来问一下他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哎呀 Green Tea and Thai Tea 这是Prentai Sikeng Chaya 你学 wish 这个东西 每个月和许一天 云平 是蝶粒 贵颜苔 非常有名的派泰 派泰 派泰是我最爱的一款炒面 我来看一下这个派泰到底是怎么炒的 有一些美食家分析说泰国这种炒粉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 有大量的中国人去泰国移民 所以我们中国人带了一些炒面和炒饭的技术带到泰国当地 经过他们的一些改良变成了泰国传统的美食 这个是胡萝卜的菜 我们也吃了很多脂肪和辣度 就像这个木瓜 它是泰国宋丹木瓜 胡萝卜和柠檬 和柠檬 和我们柠檬浅酱的味道 都一起了一下 都一拿到新鲜 它里面加了胡萝卜 还有木瓜 青柠檬 会让你感觉很清新的这种感觉吃起来 这个的确是不一样的口感 这一道菜是三文鱼沙拉 This is the natural taste of SEMO Our special sauce combination After you try one slice of SEMO It will be enjoying 65 It's fully in your mind This is our signature and iconic soup Name is Dong Yan Soup 东因公海鲜汤 大家别看它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汤 但是这一道菜是非常考验厨师水平的 Yes, very little spicy, medium spicy and our thai spicy 这个汤非常突出酸辣的味道 I really want to know what is the thai spicy What's the level Thai spicy, they will get the cough That's why it's very very hard for thai spicy This is Nure Yan Grave B 肉眼的炭火牛肉 Very very tasteful and tender Soft, this sauce is Tamarine sauce Oh,这个牛肉很嫩 它的外部能让我尝到炭火的感觉 再搭配这个酸较酱 非常的特别 三成熟和五成熟呢 是最受顾客喜爱的 This is Abalone and lime soup We create lime soup and abalone together 这个是进店必点 我真的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下了 哇,这个鲍鱼的口感非常的嫩 而且很脆 它是用这种柠檬调制出来的这种酱和鲍鱼相结合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海鲜和柠檬简直是绝配 吃了非常爽口 今天呢,我点的这些菜呢 都是它店里主打的菜式 当然了,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泰国料理的菜式 期待你们过来享用一下 这顿饭简直是太满足了 今天呢,我一共点了14道菜 总共花了1400滴拉姆 如果进店呢,提Vanessa提拜大中的名字 还有全场九折 外送每人一杯饮料 如果14道菜的话 8到9个人吃肯定是足够了 那一个人也就不到100滴拉姆 这个在迪拜简直是非常划算 好啦,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